这个A先生要问的事情是 我的前女友会不会回来 他的第一卦是沾到三峰谷 这个谷这一支卦 梅花一张跟斑的沾卦不一样 梅花一张在看你的金木水沃图内卦外卦 不一样哦 三峰谷本身这个卦很不太好 但是因为这是他的内卦 这是他的变卦 也就是说当事人A先生是走这个土壳 那现在外面是走木壳 所以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A先生目前的状况不是那么好 这个你还是对他伤害很重 他一直处在着被受制衣人的状况 目前的状况这样上下摆动不定 这也是A先生为什么要问问看 我女友会不会回来 美外一张的奥妙在什么地方 他可以看出你的方位 可以看出你的时间点 可以看出这个事情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那当然原则上碰到这种感情的事就两条路嘛 第一个放弃 你放弃他 你放弃他 另外再找 第二个你坚持 守得云开 见夜啦 就一定只有这两条路没有其他的路了 那如果你要坚持的话这个过程 雷则归妹 龟妹卦 你也没得选啦 那他雷则归妹这个金 又砍到你这个木头 你很累啦 其实你等下去也很累 看到这两个卦 老师会接你 卖个蛋啦 不要等了 很辛苦你知道吗 你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问题是 这个男生是一个痴情的汉子 A先生 说不要老师啊 我真的就想等 好吧 那就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你看这个结果 变谣 再出谣 所以这个风 它变成天了 这个把它移过去 你注意看 三天大柱 名字很老听对不对 你的状况没有改变啊 你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啊 这个一样啊 这个还是一把刀在这里等你啊 那你土生金泄性不足啊 老师接你放弃 一定要放弃 你目前不放弃的话 在今年的农历的7月8月 也会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啊 而且这个压力可能来自习方 我就跟他讲 跟你讲白一点啊 这个上半年你可能磨得很高兴 比如说在农历的3月4月5月6月 你可能活得有点康门 这个女孩子可能会再跟你联络一下 不过这个挂在跟你讲 终究不及啦 最棒你要脱可以啦 农历正月2月不好 农历3月不错 4月5月6月不做 农历的3月不错 4月5月不做 6月不做 到农历7月8月 他就给你摊牌 摊了你大的牌 这个女孩子不是你的菜 不是你的菜 不要先那个盖 老师建议你赶快放弃 不用留 不用见面 不用怀疑 有没有 只要你是人才一定会出头 懂不懂 只要你是梧桐 一定一定会有凤凰来欺息你的 要检讨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你没有错 死印不济 山峰谷跟你讲 谷就是一个名 里面已经有三只虫啦 你给你咬 有没有 这已经是腐烂啦 懂不懂 东西不是坏才烂 东西里面开始在烂了 才会坏 懂不懂 已经给你暗示了三只虫啦 虫啦 你不过其中一只 还有两只 你看不到的 这个挂已经给你跑得很白了 要不要坚持 在于你 解说的潜意在于老师 这个挂跟你讲 最好放弃 重新再来 因为你撑也撑不了 撑不到農民七月八月 好 今天的挂就解到这里 好